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人民力量的节目就跟大家见面 今天真是很高兴 亦都很荣幸 跟周永生教授聊聊天 我记得我在加拿大刚刚读完书回来的时候 二十多岁儿子 我一直读社工 回到来香港对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懂 我第一本看香港有关的社工和社会的问题 就是教授你那本《富裕中的贫穷》 那本我觉得很难得 香港学界有些人这么关注这个贫穷的问题 传统呢 比如看欧美的地方也是 研究贫穷的那些 一般都是属于左翼学者多的 或者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 但是港大又没有一个感觉 被人家是一个属于左翼 或者是一个左翼思想的派系 什么令到你这么关注香港的贫穷问题呢 教授 我想你 我曾经也是英国读书来 你说得是对的 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英国里面的研究贫穷 多数一些所谓比较是左倾的大学 不过在英国里面的时候 当时我主要是读社会政策的 社会和社会行政那方面的课程 所读的书好 或者当时所跟的学者 其实英国的传统里面 我想最出名就是 Fabrian Socialist 即是肺标社 肺标社其实大部分都是学者组成的 那些学者当时尤其是在几间大学里面 可以说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最中心的当然就是联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Economics 他们最祖宗呢 通常我们讲是这个学家里面 在社会政策里面就是Richard Timbers 当时他在英国LSE 他第一个1951年的时候 就案立为社会政策学的广作教授 那时从来没有的 那时个个读书都读他那本书 从来从来没有的 他为Introduction to Social Policy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读他的书的 基本上他是Fabrian的传统 也都是工党的很热心的支持者 所以当时我看的书好 或者我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就不是去LSE读 那当时我就去了Manchester 那原因呢 其实我不去London 就当时港大有一个LSE的教授 Pieter Hodge 他就来了香港教书 那我就请教他 那我说去哪个读书好呢 因为当时LSE也收了我 那他说你没有在伦敦 那在伦敦呢 他说你根本上不了课的 七十年读初的时候 他整人罢工啊 那些老师都去 因为在伦敦的时候 他们参加很多政府的会议啊 等等那些 你根本又上不了课 又根本学不到什么 不然你去Manchester 就比较solid些 那他的advice是真是很好的 那当时我去了 那有Manchester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新的先生在里 即今天也是很出名的 so person 里面 譬如Ian Goff 那差不多他现在在所谓 Welfare Economics 即福利经济那方面 他是最权威的 那即是当时是根据 读了一些课程啦 那这样研究了 那这样 那回来呢 就在 首先其实我不是在 港大教书的 我就在理工的前身 社会工作训练学院 即是当时政府呢 就成立了一个学院 就训练社工 那我搞了两年 那想起都要走学术的路途的时候呢 我就跟当时港大的教授 Peter Horch 就做一个博士的律文 那就是我英国就读了一个石士 那样就继续做 那我就集中其实就是研究社会保障 最后保障呢就是 退休保障呢就是 我特别是 就是作为我律文的重点 那我研究 基本上一个比较研究 除了香港之外 我还包括了新加坡 馬來西亚和菲律宾 两个比较是农业为主的国家 就是农村的贫穷是相当严重的 那另外就是香港和新加坡 都是一个大城市 那样就城市里面的贫穷 那所以你说就是 那为什么我开始 第一方面受英国的老师的影响呢 第二方面因为我当时 专注研究的都是社会保障那方面 那我记得当时研究的时候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 是生活在贫穷里面 就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那个人口组合 经济系统和香港都很不同 很不相同 那就是说回你在英国的时候 就是读这个碩士的时候 就是某个程度上 那段时间都受一些 当时英国所谓的左翼的思想 一定是 全部是倾向的 我可以这样讲 七十年代的时候 基本上是 就是取向我方面 是一个社会主义的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 推动这个社会保障 或者是退学保障那方面 我是赞成用一个 所谓社会保险的形式 就是随收随负 就是你拿钱钱回来 现在立刻就去给现在 就是有需要的老人家好 或者一些窮人 那其实这个就将 之后因为 跟很多的团体合作的事 跟当时阿仁 李卓人 刘千诚 在工业委员会 我们做了一些调查 发觉就 社会保险那种 就是你随收随负 就是所谓大水塘的 那个概念 我想到今天 就是一般市民未必接受 就是你拿了钱出来 那些钱是给其他人 未必接受 所以我们转为 当时到八十年代 就推动这个中央公积金 你研究那个范围 和研究那个结果 显露到那个社会问题 就是在那个所谓 左翼思想方面 就很明显的 就是那个结果 但是在论述方面过去那麽多年 见你在那个公开发言 和那些政策评论那裡 又不是那麽各 你那个所谓 左翼思想的那个影子 我想起来 我就不是以 怎样的目标 或者理念 作为我那个争取的中心 就是我常常觉得 最重要就是 就是那些人能够 尤其是需要的人 窮人 能够有所得益 就是那个结果 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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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件事情 推来推去 都不可以得到结果 没有人得益的时候 那就很 就是我觉得 那意义就不是很大 我不是用一个目标 作为我奋斗的基础 我就是反而最重要的事情 能够的结果 能够 能够改善到一些人的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我们 就是要执着 那会不会和七十年代 香港当时的学术气氛有些关系呢 就是我自己八十年代初 自从加拿大回来 就是我七十年代 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在一个学院里面 那些教授在那个政治论术方面 那个分的很清楚的 譬如我当时在麦尼多巴 读这个社工系 学校里面分开两个不同的派系 一班是倾向保守主义 一班很明显是马克思主义 就是左翼组织 那些教授很清楚的 那些教授 那些教授其次声明 在那个论述上堂方面 讲一些东西也都很清楚 但是香港呢 似乎在那个政治论述方面 就是我自己记得八十年代 回来之后 看香港很多学界 可能七十年代 也都是情况都相似 就是在那个政治论述方面 清楚表明自己的政治理念方面 似乎是有些少的 就是特别的回避 或者是 就是特别 较为左翼思想那些 不是很够胆 或者不是很愿意 很清楚列出自己的信念 你要明白 就是当时根本是一个 香港是一个殖民地 是 也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 我曾经也都 就是刚才提过 我在社工分裂学院里面做过 当时我 就是 因为社工分裂学院属于政府的 我就写一些文章去南华早报 因为当时 如果你不写南华早报 Netflix to the editor 都无人看你 因为中美也都无人 不像现在那样 会登出来的 我甚至是收过警告信 就说 因为我是用真名写的 我写出文章 我很少说用假名写的 就是用真名写的 如果你再这样 不得到政府的准许 你发表言论 你就执包覆 都可以了 这是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所以当时 可能形象上我是几左倾的 已经是几左倾的 不过时代不同 你今天看回 觉得可能都不是很激 那时代是不断的改变的 那个阻力是要改变的 阻力是很大的 你稍微是出位的时候 我想那时已经是 政治部立即有人问你 有没有人找我就不知道 但我相信有很多 无形的势力 是控制着社会里面的运作 即是你七十年代 开始研究香港的贫穷问题 当然刚才你也提到 在英国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研究 这些论述是讲这个问题 即是你自己 这些就是香港的贫穷问题 譬如七十年代开始看的时候 香港有些什麽特别的境况 令到你回到香港之后 都就香港的贫穷问题 那麽有兴趣 进行这个深入的研究呢 我觉得当时 刚才我说是一个很保守 就是看事情 是从一个很保守的观点裏面 我能够做到 我觉得当时 就是那边是个思想 怎麽是个思想 怎麽是个思想 我还记得去到七十年代 中的时候 那时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的时候 其实香港是七六年七七年 是相当萧条的 那个失业率 是去到差不多 百分之八分之九的 刚刚石油危机之后 那段期间 是 当时的社会服务师 即是他负责了所谓福利 是 当时是重组了政府的时候 有一个社会服务师 我亦都不想看那个人的名 因为这个人的名 和今天很多政界 亦都有很密切的关係 在里面 他做私的时候 那些人问他 即是香港你只是给纵援 当时纵援 如果你是十六岁到五十九岁的 你不合资格拿的 没得拿的 即是这样他说 那些人问他 香港贫穷是严重了 政府需不需要做一些事 或者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三四十岁他失业 他没有事做的时候 应该给他当时叫做公援 即今天纵援 你那样怎样说 他说街里面都不见多了乞衣 不知乎穷人不是很多 即很多人在当时的看法就是 你不饿死就不算穷 所以我到七十年代尾的时候 我做一个研究 即你刚才讲 富裕中的贫穷的研究里面 就是想改变 即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贫穷 我们今天已经三年前了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 你街里面没有多了乞衣 或者没有多人冻死的时候 饿死的时候 这样就不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相对性的 不是说只是看有几多人饿死 有几多人真是没有遮掩头 这样才算是窮人 而是我们真的看到 除了社会改变的时候 就是相对性的贫穷 我想当时带来一个传媒很有兴趣的方面 我记得当时传媒 即无论是电视好 或者有一些报章 是将我当时发表 当时我们写报告是用英文写的 即你见到那本书 那些贫穷中的民窮 即是英文叫Poverty and Affiliate City 那些报章拿着英文报告 就是翻译了做中文 分成十天在报章刊出来 即是报章仍然是翻译 我翻译 那我拿了它 那我自己做一些修改 这样才出了一本书 那我想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 为何我当时这么并聚贫穷 即是我在一次一两个访问 我都曾经提过 自己也都生活在贫穷之中 曾经 是曾经 即是我四七年出生 我爸爸妈妈即是 我在广州出生 带我来香港 即是我一二岁的时候 我在湾仔 住在一些 即是 我经常记得一个问题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住在一个千多尺的旧楼 四伙人 加上我们自己 有二十多人 你猜那些学生有兴趣 问第一个问题是什麽的 怎样睡觉 去厕所怎样去 最为一二十多年 幸好 那时候 我问你 你知不知有些谭官的事 谭官 谭官 是 你房里面 或者自己赞他谭官 拿他去赌 拿他去赌 自己经过十几年 都是住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也都见过 即是 或者你说 有时我不是很欢喜 现在香港人 经常都说怀旧 以前是不知怎样的 坦白说五六十年代 真是一个肉强式的时代 真是你 香港人说怀旧 不是说怀旧的贫富生活 香港人说怀旧 就是大大地的表演 天星码头 香港的夜景 讲那些值得带来美好回忆的怀旧 但一本市民所经历的 其实是很痛苦的 见到不少人 真的病到在街上死了 我都见过 所以我当时 我另一本书 我就讲过去四十年 是见证香港四十年 我有几幅图 我自己找回当时的报纸 一个烟仔档 饼干 你看这个饼干 一家百口 站在旁边 认了一幅相 我觉得这些是 当时五六十年的写真 说回来 就是自己经历那一切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读到书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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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学里面 整四十个同学 只有两个升到中学 其他那些全部出来做事好 或者做几年 或者再读书 读书 即是那时都是得六年免费教育 没有啊 那时都没有 六年免费教育 一直读上去 但我觉得 即是 今天我们所讲的平等机会 我其实当时我没有什么所谓平等机会权利的 这个概念里面 但我不想见到 即是 我小时候见到同学同步很多 其实都很好的 很厉害 很上进 但完全因为穷 真的没有机会 我记得读社工的时候出来实习 那时是七十年代初 七零年六九年的时候 我很记得他当时在小童群衣会湾仔那里做实习 就去一个天堂屋那里 这样就探访家庭 几个弟妹一个姐姐带着他们 那父母去做事 那我跟那个姐姐聊天 我觉得他很聪明很厉害 但没有书读 因为要照顾三四个小孩 我觉得穷是可以使得一个人完全是丧失了他 即是你说生命给过他很多好处 就是因为穷是没了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从那时的感 即你可以说我是从感受开始的 不是从什么理论 不是说读了什么巨主 所以有这个观念 我生活里面一路积累上来 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社会不能够保障到 每一个市民有基本生活权利的时候 我想是对很多人造成很多的伤害 也都是带着很多的 那你七十年代就很全面研究 香港的贫穷这个课题 这个现象 在你当时的研究 在贫穷方面 你有什么发现或者有什么特殊的现象 你觉得香港这个贫穷的问题 是怎么样形成和这个现象 究竟有什么政策或者政府有什么需要做 去令到这个贫穷的问题可以得以舒缓或者改善 当时你刚才提到那本书 《富裕城市中的贫穷》那本书的时候 除了计算有多少人穷 当时我记得我计算到 用我自己当时相对性的一种方法 从他们生活的形式来计算的时候 但是社会里面有百分之十三是贫穷的 百分之十三 那其实都是一个很低的生活的水平 贫穷主要有两个原因 当时一个就是年老 即开始已经有不少的老人家 因为他打仗的时候下来 经过了二三十年 他们就开始年老了 即他下来的时候 四十多人岁 三十多人岁 你知他当时完全没有退休保障 或者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原因就是 小孩很多 因为没有家庭计划 即你有五六个小孩 我想我们那一辈 或者我们上一辈 五六个小孩很普通 即五六十年代很多 即十个八个都选你 这个数字跟家庭差很远 但当时我想 小孩那里应该慢慢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七十年度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家庭计划 过了 即反而集中应该应付退休保障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说退休保障 其实我都关注了三十年的 那那个贫穷问题 所以贫穷问题当时我想再重复 就是当时是这样 但最近这几年我研究贫穷问题 贫穷的成因已经多元化了很多 除了刚才我讲的 即五六十年代的贫穷问题 很多是在内地下来 是的 人口就暴升了 譬如好像我们这些家庭也是 即五十年代初期在内地下来 整个山边都是一些潜建的寮屋 是 那五十年代政府就突突突在那七层大厦 那即当时那个收入一般来讲都是偏低 那但是在六十年代 即那个社会容许或者政府容许 那些贫穷人士自己的发挥他们的潜能 是很多的 譬如很简单 你没有地方住去山边搭一间屋 那你就不用付租了 是吧 很多人自己去創業政府又沒有什麼管制 在街邊擺檔又找到兩餐 當時雖然貧窮實際的收入計算 或者生活的水平是很窮 但是窮的人用他的創造的能力 或者用自己本身的鎖場去找兩餐 在那個年代相對地是容易的 什麼時候都不容易,窮的人的生活什麼時候都不容易 不過那時候國營政府做出比較放任的政策 所謂放任的意思就是他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他自己也不能做到很多事 幫不了很多工人 你回來香港,讀書回來香港的時候 1980年香港還有70萬人住在三千個屋 即是不是少爺的 即是我當時不是在牧區做社工 是啦,做了幾年 即是所以那個問題拖到整八十年到初 都不是真正式釋壓他在這裏 但我想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作出比較彈性 好像你說過,真是窮得很厲害的時候 他有供援,即是我們不用的 不過真的除了很基本的生活開支之外 當時真的什麼都沒有,我舉個例子 你連當時計算是一個老人家 你就算說有個電視他都覺得這是奢侈品來的 即80年代其實都電視開始是普遍的 但如果你有一個最多容疑,即是給你一個收音機 我六十年代都是聽收音機的 那時例子呼聲我記得 但80年代的時候都是這樣 即是坐出來的態度都是這樣 他那個意思是,如果你當時開車是地鐵的 如果你搭電車的就不要搭巴士 你搭巴士的就不要搭地鐵 你講過六十年代,即是七十年代你研究貧窮的情況 貧窮一般就是相對,你講了相對 他的收入時生活水平低,衣食住行方面都一定的困難 但那時陳同仁我所講 我明白你的意思,即是當時政府給你整個配套 我覺得他英國人統治的時候 因為在祖家的時候,他是有個比較全面性的體貌問題 即是不是好像,我覺得現在政府很多時候真的斬見識 或者是一部分,他建公屋的時候 他不只是給你一個屋廚的 他是跟著那個城市的,你可以有些規劃在這裏 譬如說在觀塘,他有了很多公屋的時候 都成為工廠大廈,貴聰,我們見到很多這些區成長了上來 譬如剛才我講過四十年級之後 今天我們講女人街等等那些 就是在七七年七八年的時候開始的 即是他就畫幾條街給你,給你賣攤檔 他根本就當時就講明叫那些警察就不要拉那麼多字 即是他懂得這樣做的,即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你放鬆些,讓那些人… 譬如說那個年代有很多機會給你做的 譬如你剛才說,你在街邊擺檔又給你,你在街邊賣熟食又給你, 你那些在街邊表演又給你,包括你整輛車去接載人的白牌那些 又可以找到兩餐,沒有地方住在山邊搭屋 那即是急比上來有小巴,我知道了,事急慢停,交通安排不行的 就給你小巴,總之你找到食的方法,我覺得是不太影響治安 亦都是社會安定的時候,他都容許來了 還有那個年代有很多教會有些救濟的 即是有些派米、派麵 救濟就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都很多 七十年代初期都還不少 還不少的,即是我讀小學的時候,因為我小學是在東南深圳讀書的 我們來不中一雙一雙的救濟品,就有個字叫care,care,care,care 不是那個字的意思,是一個組織,即是一個美國的,A是America來的 我記得是,即是一個互助組織,這樣我們整人收,我很多時候講一個笑話 應該不是笑話,是真實的故事,拿了救濟品 教育品裏面有一些芝士,芝士今天就好似我們當時用的勞工鑑 我想今天的人不是很懂什麼勞工鑑,但好似有個芝士一條 那樣,拿到回家裏的群友,有些小學,即是有些同學,就被媽媽 媽媽當作是蝗巾洗,我小孩子說,你拿回來那些蝗巾都沒有泡的 還不洗,也不乾淨,我想當時真的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七年開始有公援,但真正公援發揮作用的,我想要到79年 當時政府就聘請了英國一個社會保障部的人過來做 助理處長,專門改善的公援制度,我想79年就慢慢上軌道了 好,我們休息一會兒,教授回來再講一講 以79年這個新的改變,怎樣令那個貧窮的問題得到改善 還有是不是真的得到真正的改善呢 我們休息回來再談談這個問題